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分享系列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编辑金属乐团 叫做Annihilator 讲到编辑金属可能有人有联想到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另外一个乐团叫做Mega Death Mega Death就是编辑金属当中的一个翘楚 今天要来分享的Annihilator也是编辑金属 而且它跟Mega Death之间有一些蛮相似的地方 所以今天特别想来跟各位分享 Annihilator是1984年在加拿大成立的一个编辑金乐团 如同我们在Mega Death里面介绍的编辑金属 就是有非常非常变态的Riff 以及非常强悍的Solo 在吉他演奏方面算是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风格 而讲到Annihilator 他基本上就跟他们的团长是完全密不可分的 他们的团长叫做Jeff Waters 是吉他手 Jeff Waters跟Dave Mustaine Mega Death的核心人物团长 Dave Mustaine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万能的人 而且说不定他比Dave Mustaine还要更万能 因为他同时是所有的词曲创作者 他也是节奏吉他手 主音吉他手 而且他会弹bass 他也会打鼓 甚至后来知道他自己唱歌也很厉害 所以严格来说他一个人基本上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Annihilator其实在名气上并没有像Mega Death这么的成功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也不知道 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金属音乐的人 甚至不管你是听什么样音乐的人 应该都跟我一样 一开始在找一些喜欢的音乐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风格在网络上搜寻 比方十大最经典专辑 或是五十大最厉害的某某乐团 某种风格的乐团之类的 我在听Mega Death的时候 因为Mega Death是非常容易搜寻到 你只要打最厉害重金属乐团 基本上前十名跑不掉 但是我后来因为前十名那几个乐团 我大概都已经听蛮多的 我开始想要去找一些 可能比较没那么知名 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乐团 所以我就到一个Top10 list 就是那个网站有整理出很多 十大什么什么什么 各种东西都有 十大名胜古迹 十大音乐剧什么都有 里面基本上都是民众去投票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可信度还蛮高的 因为大家的喜好是很直接的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不会有什么要宣传或是生意的考量 我就到那边去找 我搜寻的关键字很特别 我写Top10 list里面 我搜寻最棒的Riff R-I-F-F就是我们讲的 摇滚乐或是金属界的一些前奏 或是重复的乐剧 最厉害的Riff 结果一搜出来 就有Annihilator的歌 而且还在蛮前面的名次里 有蛮多首他们的歌 我就想说 那这个乐团应该是还蛮厉害的 我就去找来听 一找到之后 整个就是被轰炸到爆 Jeff Waters真的太厉害了 不管是演奏 还是整个编曲都让我耳目一新 跟Megadeth有一点像 可是更加有他自己的风格 当时我透过这个网站 找到的专辑就叫做 Alice in Hell 地狱的爱丽丝 这张专辑是Annihilator 第一张专辑 同时也是他们最有名的专辑 是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的 这张专辑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真的是被吓到了 因为反差很大 第一首歌叫做Crystal End Crystal End是一首非常非常抒情的 木吉他演奏曲 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优美的氛围 当时我就在想说 奇怪 一个编辑金属的乐团的专辑里面的音乐 怎么会有这么抒情的演奏曲 听了觉得很舒服 所以就继续往下听 没想到从第二首歌开始 叫做Alice in Hell 就完全就是开始大轰炸 全部都是一些很狂暴的riff 连主唱都是用一个 我当时觉得非常神奇的一种唱法 我现在听还是觉得它蛮有事的 的一种唱法 开始疯狂疯狂的轰炸 几乎整张专辑就是从头轰炸到尾 当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安静 比较抒情的片段 但是整体上基本上都是用轰炸的方式在演奏 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 大家一定要去找来听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几个这张专辑的小故事 第一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Jeff Waters的全能到底有多全能 据说在录制这整张专辑的过程中 一共只有三个人 一个就是Jeff Waters自己 另外一个是主唱 第三个人就是鼓手 虽然在专辑的名单上面 他有列bass手跟一些其他的乐手 但实际上在录音室里面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而且Jeff Waters在里面做的事情多到数不清 我甚至要看一下小超我才能讲得出来 他在里面是主音吉他手 节奏吉他手 同时木吉他也都是他演奏的 bass也是他弹的 他还唱了backing vocal 就是背景的和声 同时他也是制作人 还自己混音 根本就是一个超变态 超万能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Jeff Waters一个人做了所有这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这张专辑发行之后 有一个男人叫做Dave Mustang 我们提到的Megadeth的核心人物就听到了这张专辑 他跟他的团员们分享 他们一听都觉得 Oh my god 这家伙真的太强太强了 所以呢 Dave Mustang因为当时他的主音吉他手跑掉了 所以他想要找第二个吉他手来跟他一起制作他即将发行的伟大的专辑Rust in Peace 所以他就去找了Jeff Waters Jeff Waters听说Dave Mustang要找他的时候也整个是吓到了 因为在金属界当时应该没有人不知道Dave Mustang这个至高的存在 大家都知道他 所以Dave Mustang邀请Jeff Waters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受宠若惊 可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他考量到其实像Dave Mustang自己也是一个非常万能的人 而Jeff Waters自己也是有很多很多想法的人 他觉得他们两个如果在同一个乐团非常有可能会吵架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想要留在自己的团做自己的音乐 后来Dave Mustang就找到了伟大的Marty Friedman 做了Rust in Peace 而Jeff Waters留在自己的团 后来也陆续发行了几张非常好听的Annihilator的专辑 在这边有几张Annihilator的专辑以及单曲是想要推荐给各位的 第一张当然就是刚才讲到的1989年发行的Alice in Hell 它里面当然主打歌曲Alice in Hell是绝对要听的 而且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它的专辑名称叫Alice in Hell 可是它这首歌叫Alice in Hell 其实念起来差不多 可是单字却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想搞一些事情 或是他们的文化里有一些某种暗示我不清楚 但是总之Alice in Hell是一定要听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Bass开场 之后一连串疯狂的Riff 非听不可 第二张专辑是1990年发行的专辑叫做Never Neverland 这张专辑当然同样也是非常的编辑金属的风格 但是里面稍微有加了一点点流行的元素 我觉得比第一张专辑比起来它稍微更让人觉得比较流畅一点 不会像第一张专辑这么的残暴 里面有一首歌一定要推荐给各位 叫做很难念叫做Fantasmagoria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跟一些鬼魅有关的 它的Riff是爽到爽到一个爆炸的程度 不过如果你想听的话 可能要稍微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因为边境总是会不断的去轰炸你 所以这首歌推荐给各位 做好心理准备再去听Fantasmagoria 第三张专辑叫做Set the World on Fire 是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 这一张专辑可能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说 就是比较能接受的 因为它里面加了更多的流行音乐的元素 而且编曲也比较没有那么繁复 当然它还是metal乐它还是很重 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变态的Riff 可是相对来说我相信 比较多的人是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风格 而且里面还有一首流行歌曲 抒情歌曲叫做Phoenix Rising 也是完全的木吉他演奏 非常抒情非常抒情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所以Set the World on Fire 也要推荐给各位 这张专辑的鼓手叫做Mike Maggini 是我超爱的一个鼓手 他现在在我心目中前几名的乐团 Dream Theater里面当鼓手 Dream Theater我们之后会再来慢慢跟各位介绍 所以今天先把这张专辑推荐给各位 同时请注意一下他的鼓手 Mike Maggini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如果编辑金属重金属音乐 对你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接受的话 Annihilator有一张专辑 你一定可以去听 这张专辑叫做Triple Threat CD2 因为其实Triple Threat是他们的一张 Live的精选集 是他们现场演奏一些他们很多经典歌曲 是第一张CD里面的内容 但是第二张CD是他们的历年来 一些比较抒情的歌曲 全部改编成纯木吉他演奏 并且由Jeff Waters本人演唱 这张专辑的这个CD2 全木吉他的抒情歌 我觉得超级超级好听 我相信就算你不是重金属歌迷 这张专辑你也一定会喜欢 所以非常推荐给你Triple Threat CD2 一定要去听 Annihilator虽然没有在世界上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 但是如同我介绍之前的Candle Mass一样 虽然并不是特别的红 可是我认为他们的音乐实在是很好听 同时我也觉得像Jeff Waters这么有才 这么厉害的一个吉他手 不能只有我知道 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音乐 可以更加的去支持他们 如果你本身喜欢重金属 甚至你有在创作音乐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从他们的音乐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不知道各位对编辑金属 对Annihilator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要知道的内容 如果还有想要知道的乐团 乐手的故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写信到我们的email 我们都会回答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追踪我们的YouTube IG跟抖音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